所以咱这个事情,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家要看到,普恒律师搜索有多少人来自司法部, 又有多少人和中共有联系, 普恒律师搜索带领了中共的多少的企业, 它的营业额当中多少来自中共, 而且普恒跟中共打交道, 在中共竟然是一个中南海的座商品, 还有一个代表PAG的My Omni, My Omni跟它是齐名的, My Omni是中国去年因为代理7个案, 获得中国最高所谓什么司法什么奖的, My Omni的那个Peter,Ed Morris, 还有现在要跟他加盟的邦迪, 都是美国最高最高的律师, 全都是跟中共合作, My Omni里边很多人司法部来的高官, 而且司法部来的高官都是司法部原来的前三号人物, 所以说司法部的黑手, Hagen Bassem这个案子, Joe Lou的这个案子, 还有那个音乐家Paul Pepler的一个案子, 埃里伯伊迪的案子, 还有吴征的案子, 都是要遣返7哥的, 都在开庭当中, 你觉得这事能完吗? 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所有的国土安全部的很多人要遣返7哥花钱的事情, 你觉得美国真的就百分之百被共产党控制了吗? 百分之多少我没法衡量, 但绝对是美国有史以来, 美国司法部司法系统法院检察官, 包括SEC被中共影响控制最严重的, 因为Hagen Bassem这个案子是美国司法部有史以来第一案, 涉嫌外国人腐败案, Hagen Bassem敢走进中共的驻华盛顿领事馆来勾兑怎么把我遣返, 震惊了美国司法界, 然后尼克·拉姆·达威斯,还有那个艾利·伯伊迪,拿Jo Lowe, 一个Hagen Bassem7000多万美元, 7000万美元一个律师, 你想想Mai Omni, Paul Hirstin普衡, 他怎么会想要几百万的律师费呢? 而这两家所都是十几亿美元的银业额, 你去想想, 说在背后的股份, 股票, 什么上市前的内幕交易多了去了, 互相掌握着对方一大堆的犯罪证据, 所以说兄弟姐们们这个事热闹了, 这些事这些人不拔, 对我们中国人, 对任何人在美国都是不安全的, 如果这件事搞清楚了, 我们走到全世界都是获得尊重的, 就像那个中文律师所几个律师所说的, 郭先生这票你干的太漂亮了, 不管美国这件事情往下怎么进展, 都有人质疑美国的Trust D系统, 都有人质疑美国的法律, 律职事务所和司法部之间高官员, 互相来认职的关系, 而且一定会引起美国参众议院和未来的各个白宫之间高度重视, 甚至是政治较量当中的工具, 到底有多少美国的法律系统和中共之间有着所谓的蓝金黄关系, 意义之深远,我相信你们都能看明白了, 大家绝对不用担心, 美国司法再黑暗, 最后都是真相一定会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